台北 是孕育夢想的地方 它充滿著生命力 生長出獨特的姿態 它是人們生活與理想的寄託 在每個時代留下不同的風貌 然而變化的速度太快 今年累月的積息與上代解決的問題 讓改變至愛難行 終究累積成難以忽視的壓力 於是在2014年 民主社會的免疫系統發生作用 台北獲得重新調整體質的契機 2015蘇堤二颱風來襲時 台北民生用水混濁 以及發生了停水的情勢 北水處推動翡翠原水管計劃 透過興建一個直徑4.5公尺 全長2766公尺的一個原水水道 導引北水水部的優質原水 確保下游市民的一個民生 及產業的用水安全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認真做 有了乾淨的用水 還要有永續的水利用 保水、除水、循環用水 增加田園綠地 調節都市為氣候 台北市民的綠地分配比 超越許多國際城市 為台北的動脈注入心血 低碳移動 進化城市的肺 同時保障人民行的安全 默默出現在 林里巷弄間的行人專用道 不是偉大的工程建設 卻大幅降低交通事故與傷亡 微正在於耐煩 堅守財政紀律 為台北的發展開源節流 建立好的基礎代謝率 以小時為單位計算的公共工程 效率好比軍事行動 用最快的速度 重塑台北的容貌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改建15年前 就應該有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一直到柯文哲市長上任 才有趕快執行這件事情 以前的舊市場 因為那個真的很老舊的 那個鋼筋都外露了 以前大家都以方便為主 所以垃圾落地 也沒有乾絲分離 所以老鼠比較多 新的市場改建之後 燈也比較明亮 也有挑高 也有冷氣 地上也有人在打殺 比較乾淨 我們也是經過一兩年的時間 遵守這個規範 客人來了也會比較舒服 傳統市場是城市生活的縮嚴 是我們的日常 打開東西區的雙臂 串聯起過去與未來 順著台北的動脈 布局發展 提高捷運站點周邊效能 增加大眾運輸使用率 而面對少子高齡化的將來 以校舍改建為核心的區域規劃 有效率地整合學區與社區 敞開教育環境 運用科技以及智慧化資源 跨越學習的界線 落實數位教育平權 政治要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瑞光社宅是內湖區的第一座社會住宅 那我們內部的管理就是用雲端的方式 這樣可以及時地收到住戶的一些意見 我們這邊可以更及時地回應 不只有一般的托育托育 然後也有提供照顧長輩的日照中心 以及身心障礙者的服務機構 正視不同族群的需求 翻轉弱勢處境 共融是台北的溫柔 掌握整座城市的體質數據 面對市政問題 不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及時的健康檢測 精準地對症下藥 以往在整個政府體系裡面 每一個局處都有非常專業 對於他們那個領域的資料分析的能力 但是做跨局處的資料疊合 跟建模分析是比較少見的 那所以大數據中心 希望可以做一個跨域分析的角色 對於整個城市的市政議題 在討論的時候 能有更多方面不同的資料進來 取得更完整的資訊 然後對於做決策能夠更準確 因為我們有這樣子的使命 那所以我們希望 對於數據治理的 一開始的這一小步 能夠持續的延伸 讓台北市更邁向智慧城市 面對市政 沒有統計就沒有統治 回顧這八年 這座城市 經歷過艱難的關卡 也有過歡騰榮耀的時刻 它依然保持著活力與生命力 以及多元開放的態度 而在未來順襲萬變的日子裡 台北將會如何邁向下一步 到底我們要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台北 給下一代 八年前我踏進台北市政府的第一天開始 我就勉勵我自己 和所有的台北市政府員工 要欣存善念 盡力而為 八年來 我堅持每天坐公車上班 七點三十準時開會 我們一步一步的改造市政府的企業文化 我們以理性物質科學的態度 來面對我們的問題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秉持這個原則 我們一步一步克服了所有的困難 工人員不再需要為政治服務 我們建立了公益的社會 讓好的政治落實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最後我想和市民朋友說一聲謝謝 謝謝你們八年前把市長這個棒子交給我 讓我可以和市政團隊 有機會為台北這座光榮的城市服務 接下來 延續台北的光榮未來 這個棒子就交給你們了